大家好我是季小主 今天来吃一个胃龙出的新品 当然了不是辣条是酸辣粉 我这是买了一份 一共6桶 花了不到35块钱 算下来一桶的话是不到6块钱 也算中规中矩还可以 以前吃过的胃龙辣条 大家还是都很认可的 看看它这次出的酸辣粉味道怎么样 调料真的是挺多的 这是四五六包调料 这里有菜包 粉包 醋包 酱包 花生包 油包 这个就是粉丝了 也不算特别少 也不算太多 还可以 它是粉丝60克 配料是78克 配料的克数比粉丝还多 好吧 现在来给它泡一下 它这个菜包里边还有好多的辣条 不愧是胃龙的酸辣粉 不过好像是烘干的那种辣条 就是很硬 很脆 然后也没有油 辣椒之类的 好了 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我来打开看一下 这个味闻起来是挺不错的 这个颜色 红通通的 光看颜色闻这个味道 我这个口水都往下流了 这些蔬菜也已经都泡开了 还有很多的芝麻 看着还不错 现在呢 把它这些配料放进去 先放醋吧 我还是喜欢吃酸的 我要把醋全部都放进去 哇 这种味道已经出来了 这个醋是灵魂的 里边还有好多的麻椒 这个花生应该是麻椒炒的 最后来点辣椒油 辣油 真是辣椒油 但是看它这里边已经很辣了 我先尝一下吧 看看这个辣味 在不放油包之前是什么样子 好烫 又酸又辣的 还特别的麻 它这个是麻辣味的 被人吃的筋道弹牙 这个粉是挺不错的 哇 真的好吃啊 花生 特别脆 我觉得我脑皮上 有一层汗浮出来 它这个里边 刚才我说像辣条似的那个东西 现在泡完 已经成豆皮了 我来尝一口 嗯 就是那个普通的豆皮 跟那个味龙辣条差不多 也是挺筋道的 这吃的还是挺辣的 这个油包应该是针对那种 特别能吃辣的小伙伴吧 我现在吃的刚刚好 就不放了 毕竟他吃的这个麻味要大于辣味 吃完之后 嘴唇啊舌头啊 一直在麻的一直在跳 突然好想来个馒头啊 这边拿个馒头一起吃 虽然很好看吧 但是肯定超级好吃 嗯 嗯 最爱是再能来杯饮料 随便可乐都可以 这上面好多的麻椒 嗯 又酸又麻又辣 就是有点烫 就是有点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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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麻 还是挺符合我口味的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如果喜欢吃酸麻辣的小伙伴呢 可以来试一下 不过呢 他这一份的料还是比较少的吧 嗯 需要搭配其他的一些东西 才能吃的饱 好了 今天的胃龙酸辣粉 就是吃到这了 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三连哦 拜拜